感谢她在女神姐妹现在坐在哪 来 我们来让女神姐妹分享一下 她在我们活水供应站的感受 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感谢主 今天我有这个机会 在我们活水三周年的这个纪念餐会上 来为你们大家献师 我是一个金举演员 我出国以前已经有三十年的艺术生涯了 感谢主把我带到美国来 得到最好的礼物 祝耶稣 所以我把神赐给我的金举这个才华 回馈神的救恩 把金举填上了福音的词 填上了圣经 救恩在里面 所以来荣耀神来传福音 感谢主多年来 很多大陆的同胞 还有中国的同胞们都很喜欢 因着他 我也不断的能够得遭就 我们在活水 差了一年多 感谢主 很多街头上的行人听了以后 他们都很震惊 这个金举 很难听到的 因为在没出国以前 可能对金举不太喜欢 但是到了国外 听见我们的金举国粹 相音相琴 所以特别是有些现代系的曲 给大家的手 填上了福音的成品 他们很好奇 过来听 过来 我们更要 努力地传扬福音 我 现在给大家献唱一首 任服归家 转回还 这边 这边 没出国 没出国 圣经上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罪的工价乃是死 圣经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他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我都变成新的了 神赐耶稣 道成楼上 天上 天上 嗡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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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三十 天空 你都是 begu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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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滅 滅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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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 坠 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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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ion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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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子家 四孟三天 四孤化生天 仙子促生老天 想当年 愿意没画着旧恨当的心 我在嘴中有色不知情 道路请我悔改 往耶稣做 我的主天天天生醒 如要主的名 我唱主意叫冰冠 站在我的上 心踏上 今夜叉叉笑声 全面到你去 心里练练的笑 感谢主赞美主哈利福良一切的荣耀归爹主 我看大家还是很喜欢啊 你们感谢主这是神 我们非常谢谢玉存姐妹 在我们刚才今天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们看到一位非常非常漂亮的姐妹 在台上来宣告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开始 这位姐妹呢是王琼姐妹 她呢不是我们宣圣会的 可是呢却在神感动她的这个前几个月 她觉得光杆的教会里面敬拜赞美不够啊 她觉得应该要走出来来传福音 可是呢因为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这个安排 所以呢她发觉她有这样的负担 愿意来参与我们的福音行动 她就打了电话给我 你知道吧当她第一次来参与 神就在她的身上彰显奇妙的恩典 我想我们就让王琼姐妹 自己来跟大家说说 感谢主让王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来分享我亲身所经历的见证 那么你们都知道说基督徒啊 每一次见到逢人就讲主耶稣 特别有些不信的朋友就老实说 你们为什么老是一说就说主耶稣 你换个话题好不好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问这样的问题说 他为什么一见面不提别的 马上就要讲到耶稣这两个名字 那我是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 我在中国所受的教育就是无神论 从来不相信有神 而且我是一个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一个个性相当强的人 所以我不相信有神 我只相信自己 凭着自己的努力 成功奋斗成名 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那么后来 在我遇到神 被神真实的触摸到的时候 我的生命就被神的大能 不断的来改变和更新 那当你在一个蜜罐里面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基督徒的朋友们 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活在蜜罐里面 是不是活在蜜罐里面 我们是活在蜜罐里面的 因为我们整天活在蜜罐里面 我们见到人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把这个蜜 抹到他的嘴上去 我们想抹进他的嘴里面去 说你们来吧 跟我一同来尝 这个多么的甘甜 连毛泽东都有一句话说 说你若想知道里子的滋味 你就一定要亲口来尝 你要知道神有多么的甘甜 他的生命有多么的美好 你必须要来尝试 你不尝试永远不知道 你是一个门外站着的人 感谢主 那么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说 我今天享受了神这么丰富的恩典 和主耶稣基督的爱 我觉得我不说出去 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心情 来到了莫泽东西 那我也看到 因为我在弗莱省上班 我每在这上班的时候 街上行人来来往往 你从他们的面孔里面就看到说 我们都是些华裔 来到美国都是一国他乡 在这里的时候经历很多的风风雨雨 无论是感情 生活 工作 各样的问题都会接踵而至 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人们的心态开始不断地改变 你在那个街上看到人的脸孔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一首诗 什么诗 问君还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所以我们信主就非常的有喜乐和平安 这个喜乐和平安是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发出的 我们身着每一个人信主 在他脸上都有着神的荣光在我们的脸上 那我想说我自己也是这样从不信到蒙恩的 成为一个蒙恩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 我这样的心情来到了活水供应站 它大概就是在六月的一个主日的下午 我来到博水供应站就在那里分发报纸 那我一边发里面就开始祷告说 主啊求你将你预备好的人带来 让他们也蒙恩得救 我就这样一边祷告一边发 然后我就迎面看到一位年轻的小姐走过来了 我就随手给了她一份报纸 然后就是那我就 我看到她停下来接报纸 我就问她说 你认识不认识耶稣啊 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 她就跟我在那聊起来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天我就跟她讲起来 我在美国的一些生活和感触 那她也告诉我 她是个留学生 是利用暑期期间到纽约来打工的 那我自己也曾经是个留学生 也经历过那个打工赚钱挣学费的辛苦 所以我就跟她有些交通 那我一边说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姊妹的眼泪一直不断地流 我又没有什么感应的话 可以让她眼泪流下来 我就知道是神圣灵在她的心里 开始用天赋的爱来不断地触摸她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问她说 那你好不好 我来为你做一个祝福祷告 那祝福总是一件好事 那么我们的神是祝福人的神 是always带给别人祝福的神 所以在正经她同意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来为她祝福祷告 那一边祝福祷告的时候 她的眼泪就不断地涌流出来 那我就是问她说 你愿意愿意来接受耶稣 你愿意来承认她 接受她 做你个人的救主吗 那这位小弟就很不犹豫地给我一个回答说 她愿意感谢赞美主 这个时候我知道 圣灵在她心里面不断地来做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她就跟我一起做了绝世信主的祷告 那接下来的主日 她就来到我们教会 来参加主日活动了 在她参加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在祭拜赞美的时候 被神的灵大大的触摸 也是眼泪不断地流淌 到了7月12号 她就正式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 感谢赞美主 荣耀会给神 不仅如此 而且也见着这位姊妹 把她的同学 一位名叫杨平的姊妹 带到了我们教会当中 这位姊妹呢 早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就曾经接受过福音 听过福音 但是呢 由于种种的缘故 使她又开始举步不前 一直没有走进神的面前来 那么也借着这位姊妹 她叫刘芳飞 也借着她生命的改变 把杨平姊妹 也带到了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请我们姊妹 谈谈她自己心底的感受 其实我知道都是神在我身上做工 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个不太爱哭的人 我觉得除了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我觉得我在大庭广众面前痛哭以外 那是我在 在Flush的那个内部门口 第一次这样在这种大庭广众之前 这样痛哭流涕 而且真的是一种很难控制的 其实很感谢 角色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在这里做见证 我也很感谢Joanna 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最应该感谢的是主 因为是主让Joanna 把我这只迷失的羔羊带回到神的家中 因为圣经上曾经说过 早在我们存在母腹前 主已认识我们 也早已为我们的一生命运的计划 所以我想我能从阿拉巴马到纽约 最后还归回到神的家中 都是神的安排 这是他为我制定的计划 我觉得自从我在那个Flush neighbor门口 Joanna给我祷告 然后我也绝至祷告以后 我觉得我就一直在感受神的同在 因为我只要一去教会 一听到赞美诗 我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的流下来 我真正的是体会到什么叫做泪如泉涌 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主 因为我觉得在我信主之前 可能应该说我的眼睛都是瞎的 我没有看到主的光 而在我信主以后 我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爱 是他的爱让我认识到 我应该回到这个家中 我不应该再承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小姐妹平安 其实我今天就是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今天来的时候 然后这个有同学的 他跟我说 我也要上台来说几句 其实我也是心里平安 我其实都没有别人说过什么见证 我所听的都是其他 我觉得很Amazing 因为我在学校里面都 我们经常有 我知道他就是一个无声王 这样子 觉得非常的Amazing 然后 但是是因为我确实也看到他身上的感觉 当时非常非常的举散 但是他就说他要带我去教会 我当时说 你怎么讲的什么时候不好 他天天在我这个时候 带我去教会 我说我什么都听不听 不要跟我说 他说我是非常非常看拒的 谢谢两位 刚才准备为我们做的见证 在这里我们想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 当你愿意来为神 来摆上你自己那一份的时候 不是你多么能敢 神说你不是靠着人的智慧 不是靠着人的才能 来是套着耶和华的灵方门城市 这两位姊妹回归到神的怀抱当中 是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善功 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谢谢 因为我们今天实在有很多很丰富的见证 为了把握时间 所以我们就本来想说中间停止上菜一阵子 但是我想没有关系 我们就耳朵可以听 然后呢 嘴还是可以继续吃 让大家灵魂体同时享受 所以我就通过餐馆 我们继续上菜 没有关系 那因为刚才在简直到这个角声 就是角声步道团 就是号角月报 我们每个月火水供应站 所发出去的号角月报 跟真理报 每个月的月底 就是要准备月初之前 在我家的门口 就堆了五千份的报纸 我通常这五千份的报纸呢 大概在第三个礼拜 已经不够我发的了 所以我常常跟童工 跟别的教育姐妹开玩笑说 我说火水供应站好像在吃报纸啊 因为这些报纸呢 你们会发现在马路上 很少丢到垃圾桶里的 而且很多人拿到报纸 立刻就会打开看 就坐在读书馆旁边 或者看到他们 就会很珍惜的 就放在他们袋子里面 那火水供应站是三年前 有小小的宣圣会 当时的宣圣会是在我家 我家是一个普通的房子 一楼打通做教会 所以呢在你们手上 有一些朋友们已经拿到了 我们火水供应站三周年的 感恩见证集里面 就会提到这宣圣会呢 在陈牧师家里 所以情况怎么样 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 小小的大家庭 我们在里面 一同学习 一同成长 梅露德传道 让他来提一下 神是怎么样 把火水供应站 跟小生号角乐报 在他的需要 跟我们的需要之下 神怎么样奇妙的带领 把他连结起来 我们就让梅露德传道 来跟我们简短分享 谢谢 在这里要谢谢何牧师 和师母 各位路长 还有火水供应站的同工们 弟兄姊妹 你们平安 在这里我是代表 小生号角乐报的同工 特别 要谢谢大家 一直来的支持 特别就是 要谢谢火水供应站 在这两年多来 跟号角乐报的合作 相信大家也听了很多的见证 非常感恩 今天是 火水供应站 三周年的成立 是一个很大喜的日子 圣经说流泪大肿了 便光顾收服 三年来 实在看到火水供应站 有长足的发展 相信 他们在为同胞的灵魂 得救的事情上面 你们所付出的代价 你们所流的泪 所流的汗水 神一定会纪念 更加愿意天父 把更多恩典赐给你们 那记得两年多前 就是2001年的4月 我在脚生一份的卡路 战讯里面 写了一篇的文章 就是关于号角乐报的 题目是 快马嘉宾 扩大发行 然后何师母 刚刚来到脚生的时候 她说 你讲的兴趣如焚 是指什么事情呢 然后我就告诉她 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 就是纽约市有八百万的人口 有十分之一是雅裔 就是说有十个纽约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东方人 但是有很多 还是在救人家的负担 加上我一次去到中国信堂 看到套子 像上一款的故事 我想要特别特别 介绍一位余燕玲姐妹 你们在我们的火水的专刊里面 可以看到她的见证 那余燕玲姐妹呢 实在是神透过这位姐妹 给我个人极大极大的鼓励 这话怎么说呢 因为在2000年 我们八月份开始火水供应站 是在秋天 夏天到秋天的交际 可是当到了十一二月的时候 纽约是开始冷起来 不但冷而且是很冷 那每一次到了礼拜天的下午 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们 都兴高采烈的 还是把我们的道具拿出去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就有一点担心了 因为我不愿意任何一个人 这一趟出去感冒了回来 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在想 是不是应该停下来 冬天停下来 春天再开始 可是每一次到了那个时间 大家都出去 我好像都没有办法叫停啊 有一天半夜 我忍不住了 在我的先生孩子们 都睡着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 跪在我们家的会堂 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神啊 同工们都这么有兴趣 去火水供应站 但是我盼望 这不是血气 而是神的工作 神的灵在催逼他们 我要一个证据 我要一个证明 这不是我们血气的工作 是你自己圣灵大门的名证 我就跟神祷告 求主给我一个印证 让我知道 冬天 神一定与我们同在 保守弟兄姐妹 同工们 不至于生病 而且呢 也不至于让马路上的人 看我们觉得很奇怪 我就这样做了祷告 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的一个礼拜 我在火水供应站 照我往常一样的 站在那个地方 传福音 那天是傍晚 天太黑了 我突然看到 一个女孩子 她已经跟我们同工 讲了几句话 又经过我面前 我就问她说 你信耶稣吗 她说不信 我说你听过耶稣吗 她说没有 那我说你有没有几分钟 我可以跟你谈谈呢 她说没有没有 我要赶时间 我要去驾驶学校 结果她就走了 她就已经 一个转头就走了 照我平常的经历呢 走就走 我不会抓住她 如果我给她报纸 她不拿 我也不会硬塞给她 就让她走 因为不强迫的 可是那天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她已经背向着我了 我竟然在她的背后 突然冒出一句话 我说 我可以为你祷告哦 我可以为你祝福哦 我是以这样的一个口气 来在她的背后 突然冒出一句话 没有想到 这位小姐呢 就站住了脚步 回头 看了我一下 然后她就说 行 这样吧 你为我这里祷告祷告 我想 然后呢 我也没有期望 什么神奇奇事发生 我只希望她能够 尝到一点神的那个平安而已 我只是手搭着她的肩膀 为她做了一个祝福 就走了 我想接下来呢 就让夜里姐妹 讲一讲她下面的路事 好不好 大家好 我在三年前呢 认识何师母 就像刚才何师母讲的这个经过 我不相信 我和大多数从大陆来的人都一样 没有听过耶稣 也没有经过教堂 可是呢 奇迹就在我身上发生了 那天呢 我是急着去学车 我就有两分钟的时间 何师母呢 很诚恳的跟我讲 那我就为你做个祷告 给你祝福 我说那太好了 我后背痛了十多年了 我是一个外伤 然后照着胸椎腰椎 连着气的骨结都增生的 那么我在大陆是骨科医生 我自己各种理疗 各种药 我都吃过也做过 但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那么我在头一天呢 自己还在做那个领疗 用哈刺五行针 在八卦 那么当天呢 何师母为我做了 短短的一两分钟的祷告 那么奇迹就发生了 晚上回去以后 我就比头一天呢 疼痛讲轻了一半 我现在的确不痛了 感谢主 感谢赫 赶回法拉圣 我到活水公园 再来谢何师母 何师母当时说 你不要感谢我 要感谢主 那么他这一句话 让我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在大陆 都是搞个人崇拜的 那么我到美国来 接触到何师母 我感觉到 这个主太好了 不让我感谢他个人 而是要感谢主 那么我从那一天 我跟我身边 所有的人在介绍 讲我的经历 和主对我的恩爱 那么我 还是要说一句 感谢主 感谢何师母 谢谢大家 我们一切的荣耀 归给主 余燕玲姐妹 她是1983年意外受伤 刚刚有一段 她没有提到的就是 她告诉我 她每年秋冬交际之时 她什么姿势 都没有办法好好睡 可是就不动了 就去睡了 等到半夜 翻个身就痛了 都是坐在床边哭 可是从三年前 活水供应在那个晚上 一直到今天 她可以做一切的事情 而且完全像正常人一样 这实在不是我期望的 这只是我当时 这样一场经历 对于余姐妹来讲 这是神在她身上的恩典 对于我来讲 这是神 给我一个回应 让我知道 冬天 不要停 冬天 冬天 是显出神荣耀的时刻 也就因为如此 美到了 过了2000年 2001年 2002年 我和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 她们都是丢的 主动的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位 部分啊 还有一些其他教会的 弟兄姐妹呢 我今天没有特别的安排 这是我们基本的 宣圣圣会 火水供应站的童工 也就是我们经常出现在 在法拉圣图书馆门口 我们的心声 宣教的中国 也许有一天 神要拆遣我们 当中的任何一位 到中国大陆去宣教 但是我们放眼 法拉圣社区 在我个人所接触的 80% 中国大陆来的 朋友们 所以有的时候 人家猜我 以为我是大陆来的 可能已经被捅化了 那个口音啊 你就晓得 有一天 神要拆遣我们去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现在身边的人呢 虽然跟我们非亲非故 但是 神爱他们 而且爱他们到底 所以神要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先没有长期的宣教 我们先有短期的宣教 就到离我们家 几条巷子的街口 来跟我们 现在身边的同胞们 来传福音 我们就以宣教的中国 走 有一种爱 像那夏宠永长 每个身影随随 要永远皆是 有一种爱 像那夏宠永长 里 称赞不死 不无忌 有一个声音 最多要勇敢借记 生命在牵引导过你心 白白无法 白白无法 向天不撒冷 通霜雪云 亦是更坚定 我要转阳 占阳出地底 需要得胜 在神地活 在神地活路里 我带着世面向前 总要唤醒 沉述的忠孟 纵然流血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世面向前 总要看到寻教的中国 江湖迎转 遍世间每个角落 一种爱 像那夏宠永长的 称赞不死不尽 有一个声音 最多要勇敢借记 生命在牵引导过你心 白白无法 向天不撒冷 风霜雪云 亦是更坚定 我要转阳 转阳出地底 需要得胜 在神地活路里 我带着世面向前 总要唤醒 沉睡的忠孟 从难流血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世面向前 总要唤醒沉睡的忠孟 江湖迎转 江湖迎转 全世界每个角落